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到场住持妙琴法师 我们所有的文法大众有缘人 大家下午吉祥 今天非常欢喜 再次回到我们大师早期落脚 在宜蘭开始红发起跑的地方 雷音寺南阳别院 所以看到各位别外的亲切 谢谢你们 大家是有福之人 为何我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非常的感恩佛陀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来到人间 他发愿出家 修行成道 度众生 那么在两千多年后 我们师父大师呢 持心悲愿 把佛陀发现的真理 人间佛教带回人间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家家户户 都能够感觉到佛法的一种幸福 佛法的智慧 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那么今天呢 我以做个有佛法智慧的人 来跟大家分享 来共勉 那么今天 各位你们可以看 我为大家准备的 纲要 那么有四点 跟大家勉励 第一点呢 是希望大家 有无常的正观 第二 有无我的正念 第三 有禅心的体悟 第四 有成佛的悲愿 这四点可以说呢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福慧 我们常祝福人家说福慧增长 福慧怎么增长呢 要修行 修福又修慧 那我们就依这样的前言 来开始进行今天的讲座 那么前言呢 我首先 我首先引用了大宝基金 你们有看到吧 大宝基金 里面呢 有提到 听闻佛法 有四种的功德 这四种功德呢 讲到多闻解疗法 第二 多闻不造恶 第三 多闻舍无益 第四 多闻能够得涅槃 也就是一种贪嗔之烦恼的熄灭 那什么叫做多闻解疗法呢 因为我们深入佛法 经藏就了解什么是佛法 什么不是佛法 知道一切的诸法 例如佛教讲的感恩啊 慈悲啊 惜福啊 那么我们也了解佛陀所 证悟的缘起 无我的真理 这个能够让我们 明白 真理的智慧 其实呢 一直都在人间 所以佛陀虽然已经露灭 两千多年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 用心去体会佛法 我们一样可以感觉到 佛陀都一直 没有离开 因为我们心中 的心念都实时呢 跟佛陀的心相应 例如我们师父 勉励我们 要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各位 你们可以去体会 佛陀在印度 他不断地 提倡了四个种性 阶级能够平等 因为印度种族也是很多 而且佛陀在印度 出生可以说呢 非常的辛苦 因为那时候 整个的一个世界 印度也都不平静 整个时代的一种大变迁 那么人心的一种贪婪 都想到自己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主要就是让自己能够多一份自在 那么当我们听闻佛法之后 我们了解佛法 要我们从身口意来进化 那就能够遮止 种种不好的一些恶的行为 那听闻佛法 我们就能够明白 什么是有意义的 什么是无意义的 就如同今天呢 大家有的人来参加八观灾界的修持 其实八观灾界是很好的 一个目前现代人 很好的一个静心修持 为什么说很好 而且八观灾界 这个也是佛陀 他开导我们在家 优婆社优婆仪 生活很忙碌 也许有人很向往出家的生活 但是又被我们的生活 要去忙三餐啊 忙儿女的教育啊 无暇常亲近道场 所以就制定了八条界 希望我们的在家菩萨 幽婆社 幽婆仪 就居士能够来道场呢 这个持八观灾 一日一夜 那种下了出世解脱的正义 那当你在受戒 身心清净 那么在听闻佛法 像各位呢 你们这一天 在道场的一个修持 其实这个都是大师 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你看有很多的变化 有禅境共修 有早上证寿 那么有过堂 这个都是出家人的生活 那又有佛学讲座 那可以说 我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世间 虽然我们 从小到大 父母给我们 很好的一个 教育的开始 那么之后 我们也 不断的在努力 在学习 适应这个社会 还有呢 我们要不断的提升自己 我们才有办法 跟这个时代呢 能够接轨 所以我们大师提倡人间佛教 佛光山在全球目前有三百多间的道场 而且 最近呢 也都很多人 都非常的 想念师父 那么也在推广我们大师 他开示的佛法 所以我们觉得 不管是佛陀 不管是师父 或者是呢 目前有好多的善知识大菩萨 都在呢 弘扬人间佛教 这个都指的我们呢 来 扶持三宝 扶持正法 那刚才讲到都说呢 如果能够常常 亲近三宝 听闻佛法 我们就能够了解 什么是正性的佛教 那么佛法的教义 佛法的争议 让我们呢 懂得 之后 我们就能够断除自己 一些 没有意义的 一些 就是 什么叫没有意义 就是我们不要再去追逐一些 贪嗔痴慢离这一些 这一些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这些都是虚妄的 那么过多的追求 就会造成我们 身心很大的负担 因为我们觉得 很辛苦 佛经也说啊 诸苦尽从贪欲起 原来我们要能够 身心自在 不是要再去 从外在去寻求 一个自在 来满足 哪怕是我们想从 外在的物质 或者是男女的情感 那么你过分的追求 势必是没有办法找到 真正的一种自在 是回到自己的根本 那什么是根本 就是道场 道场能够 淋漓在这个人间 那么常常有三宝 佛法身 特别是出家人 在这里带领大家来修持 像八观灾的羞耻 那回到你心灵的安静 你去思考 智慧它本来就在我们的心中 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向外追求 而让自己非常的散乱 所以你去思考 儿时的那种 特别你是你在乡下长大的 甚至于品尝过父母 应该常常过去呢 都有尝到父母的一个煮的菜 你就会回想 当我心静下来 或者是呢 你在安静的当下 你就会回想起 儿时的那种生活的情景 为什么那时候贫穷啊 物质非常的简单 但是心灵却非常的快乐 所以很多人也许退休了 他就想要去找一块地 或者自己呢 还有一些比较郊区的啦 或者是想要去从事一些 比较养生的 你都可以从那个里头 去找到自己 原来人生 从简单里面你会感觉到 是充满幸福的 所以我前不久也 出了一张简单的幸福 那么这一张也是 我们澳洲的一位 查到老师徐秀美 她的一个创作 那么要我去来为她来唱念 因为我说我没有在为 特别为在家父母法去 但是她跟我们师父 和王山姻缘很深 她在布里诗本 那先生是杨石邦 她是世界总会的理事 那我就很好 那我就来帮忙唱这样子 结果她觉得很好 她想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把她心中想要为世人 分享的善美推广出去 那我们知道音乐是最容易 把人我的距离拉近的 所以我今天也会有介绍 分享几首佛教的音乐给大家 大家可以感受看看 佛教音乐之美 第四佛经又讲到 多文可以得到涅槃 涅槃 涅槃在欧函经原始的一个经典里面说 贪欲涌尽 鱼吃涌尽 烦恼涌尽 就是永远断尽了 熄灭了 所以各位我们说涅槃庙心 佛陀把禅传到了 传给迦赦尊者 迦赦尊者再传下来 最后传到菩提达摩 再传到中国 所以我们目前有佛法可以学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去大陆 很多禅宗的主庭 他们的寺庙都是写着 某某某禅寺 就是过去是从佛陀这样子 一脉相承传下来 那到我们师父灵迹中 那么到现在传到宝和尚 还有很多的法子 好 那么讲到听闻佛法 其实各位我们要能够从这个听闻当下 你要有大信心 信心很重要 在大制度论里面就这样说 信为能路 智为能度 所以佛法大海为信能路 你要走进来 就是从道场 你要愿意进来 这边有很多的宝藏 像我们心中很多的宝藏 你要把它思维进去 把它掺透了 在场门说 掺禅悟道 掺你的本来面目是谁 要掺透你的本心本性 禅就是明心见心 见到你不生不灭的本性 那如何见 你要先去肯定 你的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 那我们如果没有去了解 我们就一直活在生灭 贪生痴这些都是虚妄的生灭 因为你从来不曾去 好像你有宝藏 你有一颗魔力宝珠 但是你忘记了 你在华华经里面 佛陀也这样的一个善巧的比喻 就同一个人 他是很富有的 他身上有一颗明珠 但为什么会变成流浪街头 变成人为乞丐 因为他忘记了 他身上有一颗宝贵的宝珠 所以需要 我们现在学活就是在找寻 我们这颗宝贵的明珠 好 那么讲到信心 在佛教里面 有这么一则故事 就是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 他有一天就在林中诵经 例如在宝 各位很熟悉的 就好像藏传的喇嘛在宋 我觉得过去当我听到这个喇嘛在宋经 这种声音感觉很有磁性 这种声音是男众才有 女生是没有这种声音的 那当然也有少部分会很特殊的一个声音结构 那宋经 他也许在送佛陀的戒 或者是一些经文 因为过去佛都是口口这样子相传 他们也许 那个时代没有特别的一些纸张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 也许有些悲 到时候起来有悲业经 那么这个比丘在宋经 声音的十分的清净 和雅 非常的美好 那这时候就有一只乌鸦 他听到这个比丘在宋经的一个声音 非常的心非常的安静 感觉非常的美好 就同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现在的YouTube有时候 都会有一些即时的 一些清晨的音乐 很淡淡的 没有唱念 只有纯粹的音乐 那么感觉就心境就不一样 类似这样子 甚至也有一些 透过音乐可以调理我们的一个身心的一些 障碍烦恼 我想这个都可以辅助来运用也不错 透过 我之前也大概有做了 大概有八十多首的一个佛曲 那么也都在YouTube上面分享 都免费分享 只要你们能够有输入心灵法音 那么就可以找得到 那么今天我的唱念也都在上面 这只鸟听到了比丘在宋经 觉得非常的好 那它就很安静的 就停在这个树上 树梢上 结果各位你们发现什么事情吗 结果猎人给射杀了 当然就枉生了 那命中的时候 因为这一段文法 听比丘诵经的一个善因缘 它就升到了道立天 升天了 它的面孔呢 容貌非常的端正 五官端正 相貌 我们说天人都非常的慈悲 各位你们看看我们大殿后面这些彩绘的 非常的庄严 每个人都彩绘的 画得非常的传神 那么今天好像也有佛画的一个 父法居士 这一位呢 天人也就是那只过去前身是一只鸟 因为被烈人射杀所以都到了天上去 它的相貌非常的端正 那么光相十分的明亮 没有可以跟它相比的 天人非常的好看 那么它知道 因为到天上它也是有知道 有一些神通 宿命轮回的 它有一些神通力 它知道宿命轮回的道理 明白自己的前世 是因为比丘诵经 就是它到天上知道这种的善果报 是因为它听了这个出家人的诵经 而得到圣道道的一天 于是呢 它当下它就持天上的一种庙花 来人间比丘 修行的地方来供养 礼敬问训 那么以天香庙花来供养比丘 那这位比丘当然他很有修行 他在定中他就观察 明白知道 现前的因缘 为什么这位天人 这个成来了一朵 很美丽的花呢 妙花呢 他知道 那就请他坐下来 就为他说法 各位你们知道结果怎样吗 当为他说法 这个天人就马上呢 证得了试果 声闻试果的出果 虚妥还 那么证果之后 他就回到了天上 就是他不断地在为自己精进嘛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是马上 只要有因缘 所以各位常常回到场 来听经文法 因为你福德因缘累积久了 你或许 就在那么一刹那 我们说文经千百节 误到刹那间 误的因缘 都随时可能在 所以各位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高铁要开了 你时间有没有赶到了 那虚头环在佛教 虚头环它是放文 那欢城华也叫陆流 进入圣人的一种心境 生闻试果中的出果 有三种的含力 第一种叫陆流 就是进入圣人之流 第二个是逆流 立生死的瀑流 就是他不会随顺生死 他会好像流水往上 逆水而上 他就会一直往上升 那么从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他见得出果 还有一个叫御流 就是进入了圣人的一个领域 那到这个果位呢 也就是把三界中的贱货给断除 有88种的烦恼的一个货业 在佛教的一个记载 那正路出果的 他自然对持戒 有相当的证件 也不会再去造作恶业 那不再堕入三二道 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在三界与人间最多 只有投生了七次 七次之后呢 他就能够正得涅槃 这是出果 那么出果的条件 他要断三截 在欧含经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 我见截 戒进取截跟疑截 截就是烦恼的意思 打截的截 烦恼意识 其实讲到这个截 我就想到 冷气要不要给大家清凉一点 有涅槃的感觉 大家也有福报 你们才有空调 我不知道下午 可能是自然风也是OK的 但是可以有点凉爽 那么讲到断了三种烦恼 我见 就是我见烦恼 就是属于身见的部分 对自我 例如说你对你的生命 佛教就五印 这个射受想行事 有人会觉得 我这个身体是恒常不变的 我这一辈子这样 我做人来生还可以做人 这个见解是在佛教来说 这是不正确的见解 那么你执着这样 那你呢就没有办法真的出国 出国就断了这个部分 那么第二 戒进取就是你执着呢 无意义的解脱的见解 例如印度 比如说裸形外道 或者是执着呢 一个什么东西 或是在火的上面呢 在烤 借由这样来降服你的欲望 这个都不是很正确 甚至于你吃得很少 都是违背一些人正常的需要 用这样来调伏你的欲望 因为佛陀他告诉我们 真正的要悟道是要行中道 什么叫中道 就是不要再来去生灭上执着 而且你能够 因为你只要落入一边的执着 那么你的身心就没办法 智慧就没办法很客观 去看待一件事情 那么在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学科 都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像我们佛大就有佛教学系 那么所谓的一般的 像西方的哲学 他们这方面也有些的一个思想理路 跟佛教蛮相近的 所以我想这方面我想 如果你有在研究 所以各个宗教也都有他们的一个教育 那像印度的一个泛我的思想 像奥义书 很多的一些古古文学 我们如果能够去了解 再来跟佛教佛陀讲的 玻璃的一个中关键 那你去比较之下 你就会觉得哪一个比较殊胜 那这边讲的主要是说 已经证得了出国 那么断了三戒 就是凡夫这些执着也就断了 因为它断了嘛 所以才能够证到这样的一个出国 不用再去生死轮回 就是在善恶道里面 那么再来就是 第二 他不会去执着一些没有意义的 那这些也是 他因为没有 有大导师 善知识来开导他 所以他才会跟人家学 那么变成就不究竟 就会去执着一些无意义的 还有疑解怀疑 对于真理怀疑 然后犹豫对佛法 生戒这些都很怀疑 所以刚才讲说 这个出国能够断了这些 没有意义的 那从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了解说 这一只情鸟 听闻佛法 尚且都能够得到 无边的福报 做天人 何况是人呢 所以我们信心闻法 一定会有善报 各位你们看部幕 有佛法智慧的人 怎么样 能够觉观明白 这几句话 是我一时灵感写下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诸相飞相 你所看到的 青黄赤白 这个也就是佛陀 缘起无了的道理 诸相飞相 跟金刚经的一个 佛经的一个义礼 非常的相近 那个语法 因缘 因为什么诸相飞相 因为他因缘幻生 因缘所生 他无自信 他没有办法自己主宰 他一直在无常变化 他不是本来有 所以本无幻此生 本来无啊 没有啊 那为什么又会有这个生命 因为因缘而生 一念这个爱然 所以就来到缩佛世界 那么如果你要念佛 要求生极乐 那你可以念佛 所以爱不重 怎么样 不生缩佛 怨夺不切 就无法到极乐世界 绝幻无生 你要能够觉悟明白 这个虚幻 它本来就是无生 因为你从无自信空的当下 我们本来常在讲无自信空 各位 就在讲缘起 讲无我 因为你从这个无自信 没有我的当下 你真的找不到有一法生 那既然没有生 何来有灭呢 所以各位 你们会觉得自己换生换死 哇 非常的担心自己 生了 哇 几年后啊 或生病了 老病死生 其实会生 会灭 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但是我们 不要一直活在这个现象 这个虚妄的假象 我们一定要活在这种 怎么样 务后起修 就是你了解了 生命 如果能够体会不生 无生的这种智慧 中关键 那么你慢慢的 透过修行实践 例如说你可以坐禅 你可以去思维佛法 思维很重要 所以八正道里面有思维 你有了证件 你要有正思维 你讲的话 都是合乎 合乎证件 你知道 这个绝患无生 那你了解之后 你就会把自己的体悟 跟别人分享 你自己绝嘛 自绝 绝他 这个都是佛教的名词 后面这四个字 那我又写了 当然文字很多 我就没放很多 你们听就好 佛眼所观 佛干 佛的眼所看到的 因为他从心 透过他的一个六根 去观察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这个是怀言经里面的境界 这个在讲佛 他所看到的 就是这样 大千世界 他无不是佛心净土 三千大千世界 简称就是大千世界 这个很大 很大很大很大 可能只有佛眼 智慧才能够看得到 无不是佛心净土 意思换言之 换句话说 都是净土 都是净土 各位 都是净土 是因为我们凡夫 这个有肉 烦恼的心事 有障碍 所以我们才要拜大悲唱 你们不是在唱 这个音调 过去我听过 广师法师 他有这样唱过 那为什么观音菩萨可以 无外大悲心 陀罗尼 经 对不对 无外大悲心 你看 慈大悲奏 这个 幼稚大明奏 其实 咒语就是直接通到菩萨 佛菩萨的心 也不要你太多的解释 只要你能够相信 你称念咒语 就如同称念菩萨的圣号 你走在这种小境 或者是有敌人追你 或是遇到黑影追你 你就 现在好多好多的音乐 特别是这十来年 当然我觉得很好 多寻喜善美的也很好 所以一切的友情众生 他任望为真 所见的世界 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教育儿女 从小就要让他能够受良好的教育 未来才能够看清世界 才能够在社会里面生存 甚至于有因缘当到医生 当到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职务 来领导人 来带领所有的人民 很重要 这样就能够让整个国家 越来越富强 好 实法界也就是我们的心所显现 所以学佛修心如佛所见 我们学会收我们的心 修心就是修心 那心是什么心 菩提心 菩提心 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各位如果你有对一些佛法名相 平常已经了然于心 就说心中都了解了 一听到这个菩提心就知道 这是求佛道 也要度众生 为了要成佛 那就要度众生了 那么就能够与佛的心等如差别 不然你说 你行佛 你学佛 那你想见佛 用什么来见呢 各位 如果你不 去修行 不跟佛的心 佛所发现的真理 不跟真理相应 那请问我们到哪里去见佛 见不到啊 当然金刚经理讲了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事能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不要从这个佛的三十二项 佛好庄严 这个声音好好听 你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心 因为你要见佛 佛的觉悟 佛的自在 也是从他悟觉 自觉自己的心 他的心呢 充满无量的慈悲 无量的智慧 增尽功德 念佛 念一颗觉悟的心 好 我们念 欧弥陀佛 念心外的佛 也没有离开我们 心中这一尊 自信佛 所以唯心净土 好 那我们师父呢 说到 在《维摩经》有记载 讲到 佛看的世界 那么我就引用了一则 我们师父讲过的 讲《维摩经》里面有记载 他说呢 舍利佛尊者 曾经呢 他怀疑 他的老师 他的师父 释迦牟尼佛 国土 为什么这么的 肮脏 无浊恶事 这是《维摩经》形容 那当佛陀听到 舍利佛这样子 对他怀疑 佛酒 佛陀呢 就视线他的心境 用神通 开始要用神通了 我们师父都说 这个不可以随便讲什么神通 但是我用经典里面 师父有提到佛陀这一段 跟舍利佛 佛陀就用他的这个竹啊 竹子 按触动大地 触动 就按中大地 当下呢 娑婆世界 无量宝珠 无量庄严 大地 金色 变成黄金色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 清净庄严的国土 所以各位 华元经 有空 可以深入 我们空 空师父 空法师 一直在讲 各位 华元世界 不可思议 所以刚才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那佛陀这样子 来视线 就告诉舍利佛 舍利佛 你看到了吗 其实佛陀是让舍利佛 他的会也能够开 看到佛的心 竟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心 的娑婆世界 我心里的娑婆世界 你看到了吗 舍利佛这时候 问佛陀 那为什么 我所见的娑婆世界 与你世界不同呢 佛陀就举例 佛陀为了 这个降服 舍利佛 他的疑惑 佛说 舍利佛我问你 天生的虾子 从未见过太阳 月亮 但你不能说 这个没有太阳与月亮 因为他出生 他就没办法看 已经没办法看到 而是应该 怪自己 当然也不用怪 不用责备 就是你要去 去用一种包容自己的心 是因为自己的眼睛有了毛病 那么在圆节经里面 也这么一段 讲到眼睛 他说我们 繁复在轮回生死 各位 我们如果有生 那是怎么会轮回生死 佛陀不是都是清静 充满清静吗 那为何会什么轮回生死 因为你一念无名 眼睛好像是突然长了什么东西 但是正常的眼睛不会 比如说非纹症 没有非纹症的人 他可能很难理解 什么叫非纹症 家里很多蚊子 那你为什么 不用方法把他请出去 不是的 那个是虚妄的蚊子 没有错 那个非纹症 它是一种虚妄的状态 就是你的眼球 可能产生病变 或水晶体挤压 或是什么空间 类似这些 甚至你黄班部 或是高度近视 很多很多原因 复杂 用了一辈子 当然会出状况 这个 你如果操不操 晚上还要再点夜灯 夜半挑灯 如果读痰经还不错 所以各位 眼睛要充分地休息 记得补充月皇书 都看看 你看我们宜兰的好山好水 等一下有一首歌 禅师的四句话 真的很适合在这边 播放 等一下会放给你们听 我们把握时间 好 那么刚才呢 讲到说 佛陀举例 这个天生的孩子 他眼睛就看不到 但是你不能说 他没有见过太阳月亮 但不能说没有 对不对 而是应该说 自己的眼睛有了毛病 那这是因为众生心里 有了妄想执着的毛病 所以对生活的见解就不一样 刚才举例 那个圆绝经各位有空要去看 还有特别是 文书菩萨 佛陀有为文书菩萨讲了一段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例如说我刚才讲说 众生有佛性 为何会是一念无名呢 里面有答案 圆绝经 记载有十二尊的菩萨 这个非常的巧妙 佛怎么样跟他们应对 我们觉法师之前 也有这个讲过 那么各位都可以从佛经 或者是从一些法师 在授课 自己在深入 我想就可以找到一些 那么自己在 有空在静坐 那么在思维 说不定悟到 记得度众生 好 那如果能够 众生心里如果有了妄想 执着毛病 当然生活见解 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喜欢吃甜的 我喜欢吃这个 我喜欢吃妈妈以前煮过的什么 柴鸡米酸 对吧 还是什么柴鸡 柴鸡 鸡鸡 都会吃甜的 汤来饺饺饺多佔 知道 都有了 妈妈儿子的记忆 所以宜蘭这里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名产 其实要好好的推广 真的 世界因你而美丽 好 第一 你看前面前言都还没讲完 都已经快结束了 好 不过后面基本上 如果能够得到证件 你看 前面的乡 不知道在熏 熏佛陀 还在熏观音 我不知道 好 第一个 各位 是什么 有无偿的证观 我就引用了无偿经 各位你们看一下 念一下来 我喝个水 你们念一下 无偿经 讲什么 已经很白话了 都看得有了 比如说有一座很高的山 如果有一座高山 但是不管经过多久的时间 总是会有坏的一天 人一样 大海深无敌 大海深到看不到底 但是一样会有哭的时候 被很多天灾 阳光 曝晒 总是会被蒸花 大地跟日月 十字皆归近 一样 不管是大地或星辰日月 总是会 地球会有沉住坏空 人也是会有老病死身 那么 未曾有一法 不被无偿吞 就是 在无偿 所以为什么说 无上是真理 从无偿 让我们呢 无偿是最容易 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生活中 一直 佛陀在为我们 事先真理 今天报纸 报谁怎样 昨天又怎样 前不久 活蹦乱跳的 你的朋友 玩得非常开心 怎么突然 就无偿了 就挂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能够 实时有无偿观 当然自己要注意安全 不管是来到场 或回去 往返都要很注意 自己平常生活 就要很注意 很重要 那这个事件 本来就是充满无偿 那我们就是要 常常有一份 正面的一个思想 有佛法的一种 内心的力量 这个忍辱的力量 智慧的力量 慈悲的力量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 适应这个人间 好 那么讲到无偿 除了经文的一个 圣言量 那么我也写了几句话 你们看一下 无偿 不能再念了 没时间了 世间多有苦 只因心贪着 若能知足活 人生何其乐 那本来就空无有 何劳望生幽 不用那么朝阳当朝阳塞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世间因缘和 佛说如同泡影 金刚经说的 烦恼止于心 因缘无自信 一切无常患 智慧了真空 你看 只要你心中静下来 智慧就会当下显现 那么这 这一段无常的心得 我就想 可以用扬州的曲调 扬州小调来唱 你们听看看 时间多有苦 只因心贪着 我若能知足或人生何其乐 本来空无有何老往生有 世间因缘和 世间因缘和 佛说如泡影 烦恼止于心 因缘无自信 一切无常患 一切无常患 佛智慧了真空 烦恼止于心 因缘无自信 一切无常患 一切无常患 只会了真空 好像在唱寒意 这个过去是佛光山 佛光山上 现在的名称叫做维生之道 就是一个出家人怎么样来修行 怎么样来学习佛陀的慈悲 这是师父做的词 那我们用这个调来唱 觉得不错 那刚刚这些文字我想都很白话 就是世间的忧苦都是因为我们的心 没有知足 所以知足常乐很重要 古人的名言 如人或知足活 人生真的是快乐 简单就是快乐 一杯茶还是快乐 这个浅焙的咖啡 中焙的 深焙的都好 每个人各取所需 当然泡的功法就很重要 你用心去体会 当下都是佛法 你就用元气法来观照 那么这世间本来就没有很长 各位谁忧伤了 谁唤喜了 是我吗还是你的心 所以人生如梦 虚妄不实 一切只是元气现象 如实观照 明白我们这个五蕴的生命本来就是空 你当下是不是有一份解脱的自在呢 所以你看 刚才讲说佛陀开示 为弟子开示 要能够正观这个五蕴 他是无常无我 那觉知 没有执着 妄想 你当下能够知道自己 从有执着到没有执着 从当下你去观照自己 当下 我已经没有执着了 信念已经不会再起这个信念了 不会执着了 已经远离了 你也知道 你看 就是这样子 觉察之道 觉知的心 这样你要去了解 你不要被那一个假象 混乱的心给迷惑了 真的有一个人在烦恼 真的 昨天没有啊 为什么今天就有了 是不是 那你烦恼是为谁啊 某一个人放不下吗 所以 自己好好用智慧去观照一下 好 八大脸已经说什么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我们师父说呢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人间 那么如果我们不过的贪欲 就会在六道中呢 不断的生死轮回 所以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这样的疲劳辛苦 我们师父说 这不就是从整个贪欲而来的吗 古人也说啊 人道无求品质高 无所求的境界 品德自然高尚 你的苦恼 也就自然的 能够减少 俗话说 知足的人 虽卧地上 犹如天堂 不知足的人 虽处 虽处在天堂 就好像在地狱 因为你没有知足 你的心一直不安 你看当初 二主慧可 他不是要请达摩为他安心吗 因为他心一直被一些成员往事 所干扰 没有办法安住在自己的修道上 那么能够有因人见到达摩大师 也了不起 我们现在才有佛法能够不断的传下来 达摩大师就问他 那你说你有一颗不安的心 那好 那你现在就把那一颗不安的心找出来 你要能够具体的找出来 因为你可说无凭嘛 各位说是不是 你把它找出来 拿出来 你真的能够拿出来 我就能够帮你安 其实达摩大师太有厉害了 一颗虚妄 不安的心 怎么能够拿得出来呢 找不到嘛 那你既然找不到 可见的那不是真实的嘛 那你为什么还是执着 这个虚幻不真实的 为你的 因为你真正有一个烦恼 真心了 不是嘛 你看达摩大师很有智慧 密心了不可得啊 各位 你看他就是借由这样子 一句来一句去 他有问有答 他这样开导他 所以为什么各位 如果当你有烦恼 不要一直要去锁定 要跑到很远 舍尽求远 你住在宜兰 你看我们妙琴法师 他前一站是在 人间佛教研究院 他也在新竹的这个法宝室 也好多地方都待过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有读过 佛教丛尼学院 那他如果不会 他还会去请教高人 那会去再去阅读 深入经账 去查经典告诉你 那么你 我们家的本首是不是 每天都要穿 两天穿一件也是不错 每天都要穿 我们内心的本首不穿 这样很严重 不是吗 所以你的执着 一天执着两天 对某个人放不下 对那个人 又生起了另外一个执着 那怎么办啊 垃圾好多啊 所以我们都出去 都给我出去 我一个人最亲近 真正的不是谁要出去 而是你的心 所以各位 放不下的并不是外境 而是你当下的执念 心中有一份 不知道对谁的一种 深深的执着的念头 所以各位想清楚了你就知道 真的没人可以帮我们 靠我们自己 好 再来我们看 有无我的正念 看到了吗 第二 好 这个无我其实 也刚才我有提到 就是在讲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啊 我们的生命啊 心经不是讲嘛 要我们照见五音皆空吗 观照能够真的去 明白自己 我这个生命啊 我这个人啊 真的是地水佛风 那么心理的精神的 你有感受啊 受想形式嘛 那不断的在变化 其实真的说起来 没有一个实在的我 能够主宰 如果你说你有一个真实的我 那就应该能够主宰咯 你自己叫自己的名字 这个什么 光明 你不能生病哦 或你生病了 你给我好起来哦 他做不了主 可能昨天辈子没盖好嘛 光明也许是你家的儿子 或是谁 或是宠物 他做不了主啊 所以各位 真的 那能够做不了主的是什么 可以做主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智慧 你当下的忍耐的力量 这股忍耐的力量 你要忍住 当境界来的时候 当福气之间 有一句话 讲得不合的时候 手一定不能挥过去 回过去感情可能就裂痕了 或者是话 饭可以多吃一点 吃饱一点 但是不能说过头的话 你在这样子 我一辈子都不跟你说话了 但是过一阵子还是忍不住 又开口了 家家总是有一本难念的经 所以我们师父很慈悲 把道场淋漓在我们的一个都市乡里 我想大家可以多回来 其实奥弥陀佛言慈悲 我过去也讲过一个 弥陀化先一只鹦鹉 他就到了一个渔村 这只鹦鹉会讲人话 那渔村的村民 都真相要来喂他东西吃 他说我不用 你们只要念奥弥陀佛 他就会饱 有一天的这只鸟就跟村民讲 你们要不要到一个很美丽漂亮的地方 那一个这个五谷丰登 非常的什么都不缺 不像你们这边土地很贫瘠 所以才要捕鱼不是吗 那个村民好多人都坐 因为那只鹦鹉很大很大只 很大只 黑鸡 很大只 来 坐到我的身上来 然后他就把他载走 结果这个坐到鹦鹉身上的村民 就七嘴八舌善心杂话 然后弄到这只鹦鹉就会不起来 你们赶快专心念佛 我快支持不住了 你们赶快念佛 念佛我就很有力量 那就把他再走了 再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再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当然村里面还要留下不少人 后来大家 有智慧的人就在传 应该是阿弥陀佛化线 英武是阿弥陀佛化线来读他们 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姻缘 他就在这个渝村建一间鹦鹉室 定期来共修 好像雷寺 我觉得各位真的好好地珍惜 我们师父给我们的姻缘 如果我们能够珍惜 我们常读师父的书 真的 师父一直都不在 他是一颗永恒的心 最近也常在唱 真的 我们的心也 那从师父的一个教诲 那我们也明白自己 我们的真如佛心 一直都没有失去 那如果你知道 那我们就不用再讲了 就下课了 没事 有佛无我的正念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缘起无我的世界 你执着有我就会产生贪嗔痴漫理 落入了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是乃布经讲的 金刚经 所以一位了悟空性的菩萨 他就是离这四相 出离这四种相 因为菩萨如果有我相 还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他就不明白菩萨 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来要求别人 我们是要求自己 人人自觉是很重要的 那人人就是菩萨 不管是出家在家 你都是真的大菩萨 谁说你不是菩萨 所以各位菩萨摩赫萨 我们在唱无相战 有没有 当下承担 我们师父说 我是佛 要不要念一下 我是佛 我们归一三宝 我们师父都要我们当下承担 我是佛 我们来师父写 莫吧 我是佛 无名业力 它并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脸在变 是吧 小时候的你是你吗 现在的你是你吗 年轻的你是你吗 年老的时候啊 是你吗 都皱了 耳力也不行了 都妥了 那个是谁啊 是谁呢 所以参禅念佛是谁 到底是谁 究竟是谁 我们过去里面参加 我们老师 禅的生命 教师生命演习 我们会师法师 堂主 来这边指导 这个念佛是谁 参禅的是谁 喝茶的是谁 各位 作者何人呢 去参禅一下 这个天天不能告诉你 能告诉你是我的 你要去悟到 悟后起修 是真修 未悟总在心外求 没有悟 你就一直在心外求 不知道自己还在求什么 你会不安 你心就感觉不安 拜佛就好了 不能所有人都一概 你去拜佛就好 拜完他还是不安 所以要多多的思维 然后深入精湛很重要 所以自己懂得 诸法的空向 信入 相信 然后用智慧来度 来自觉自度 这样就能够放下 所以心有助 所见都是生命 那么接着又有一段文字 我有很多的 的一个一时灵感 你们看一下 无明本空看到了吗 生命如患 心念无直 智慧自在 于一切法 就是在一切法 知患性空 跟前面有对应 心无分别 平等而住 保持在这个状态 这个才能够让你的智慧 你这个就是一种 中观的一个建立 建立就社会来说 就是你的看法 我这工作给你去设计 那你能够有什么样的 智慧创新 这个现代人 他需要什么 哪怕是室内的空间 现在室内空间 非常的一门很专业 他可以把小小一个空间 然后弄的让你想要 感受到他那种情境的 可以设计到业主能够很满意 这个是了不起 一向很专业 这个也是有人在 不断的在研发 透过现在结合 一些现代的一个 硬体软体 好 我不是刻意要写这个 我觉得应该 中国字本来就是很多可以选择 这个很白话 你看有吗 没问题 这个可以用无相送的调来唱 心平和老池皆 有没有 那个调 好 一起来唱好吗 刚刚这个Key可以吗 好来 一备 开始 五明本空 神明如幻 心念无子 只会自在 与一切法 只唤心空 心无分别 平等而住 有求几苦 无求自在 明法自现 心无一物 心无一物 绝盗自本 尽心未养 神口一言 世事山河 有时候呢 你要记住这些文字 把音声 把它学熟了 文字也自然记住 就有一首歌 我们一首老歌 可能很久没有去唱 或者是没有听 我们透过旋律 还可以 唤醒了我们过去的记忆 好 第三 有禅心的体悟 那么接下来就是古德的这四句话 你们看到了吗 念一下来 有没有感觉很适合在宜兰这样好山好水好风光 来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过去我留下的 好 来 有吗 播放的 在哪里 我们给他掌声好吗 心物本然 各位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去感受 好 ですね 有 点 鸮 那尺 我们是有词啊 有词啊 有词啊 你把手讲了 好 有词啊 天天穿 游水下散 游泳游泳游 天云归冬 本无息 人山落得 如雨水 耶稣开花 天天穿 我们听一下开诗 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的生活 能像白云流水一样 任性逍遥 抛开名利家属束缚 没有自我色性与封闭 随遇而安 随缘生活 这时候 就像那难得的铁树开花 大地处处展现春的气息 人人过着潇洒自在的缠走生活 就有想不尽的以你风光 一起唱 能够唱一起唱 第八度也可以 有水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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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鬆 这一首祭语是古德所作的 是宋朝慈安守敬禅师 我们感谢慈安守敬禅师 为我们留下这一首误道祭 流水下山非有意 流水 他无意无心 片云归动本无心 云来云去 我们看洞云来云去 甚至于山栏 他本来就没有心 我们要学习山水学习云 我是一片云 人生落得如云水 如果你能够心中有对于 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山水 有一份体悟 就好像得到了这些的醒悟 这是我从寄语看到的体会 如实说 铁树开花都能够遍戒春 难得的铁树开花 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春的气息 人间的一种美好 好 所以各位 禅的当下是明心见心 到的了物是清净无然 有没有感受到一点 从刚刚那个曲 还有宜然的美丽好风光 禅道明心初 万妄想还有没有 有无 一念物真实 一切就尽极然了 这个你们去体会 好 第四 最后 各位 我们要修行 真的要发愿 诸佛菩萨 都是以愿力而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成佛 真的要悲愿 要发出来 那么我用了大宝基金里面说什么 诸佛如来 大悲常转 好像法轮在转 大悲心 何以故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道理呢 诸佛如来 他不舍一切众生 所以他的心 他的心 不舍一切众生 他的任务 他当下的信念 就处在这种状态 就像我们的师父 他希望众生能够离苦 所以来生还要来度我们 还要来度众生 那我们说 归一法 法者清净也 觉者以自信波蕾 照见一切诸法 必尽空 那么跟刚才 大宝基金这样说 那么我就 有把过去一些心得 都把它刚好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归一 归一法 法是什么呢 能够觉悟我们的自信波蕾 那么自信波蕾 就照见一切的 都是空性 没有一法 不清净 众生因为 那为什么你还是看不到呢 因为迷忘入心 你迷惑了 你妄想了 心中产生这样 就生起了种种的诸相 所以没办法见到真实的本境 所以各位 心经要我们 试诸法空相 你前面要先 空掉你的五蕾 空掉不是说 没有 没有我这个人 没有大庆 没有牧蕾 没有 一切不是 不能牧中无人 你一样是看到很多人 穿着不同的衣服 来 左右 看一下 旁边 穿得很漂亮的衣服 但是你当下没有执着 你知道 这是缘起 没有无我的 好 那么 有一首 我们要发悲愿 我选了一首 跟悲愿有关的 剑法信 你们看到了吗 好 那么我们 我先把文字念一下 生命短暂 呼吸间 你们上面看到了吗 无常迅速随时来 勤修三学 戒定会 禅敬双修 见弥陀 修行精进 在心用 身观因缘 见法信 我们说 生命有佛信 众生有佛信 那么外在一切 见到法 法信 这个 空信 菩萨发心 度有情 广度 广行六度 波罗蜜 那么 结合这个曲调 等一下听到 这个曲是我做的 那么马来西亚 黄卫英编的 那今天放的都是 黄卫英编曲 好 剑法信 我们来播一下 谢谢 这是在光无编 专辑里面的 其中一首 神明满藏 不惜节 无藏寻书随时来 清修山雪皆定归 残青双修剪一波 修行静静在心悠 神观音缘剑法兮 菩萨发心独悠心 往心流入火若蜜 生命真的短暂在呼吸间 无常寻书随时来 清修山雪皆定归 残青双修剪弥陀 修行静静在心悠 神观音缘剑法兮 无常寻书随 无常寻心独悠情 光独流独婆罗蜜 修行静静在心悠 神观音乐剑法行 菩萨法行独幽情 往心溜度婆罗民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录音室 在录这一首 我的白眼球是出血的 而且制作人又要我多唱几次 所以就是这样子 没事 就不容易啦 不容易 好 那么从剑法性这一段文 我们了解到菩萨真的是要行六度 甚至于有十度婆罗蜜 十种婆罗蜜的 我们要升观音源 那么要见到法性 所以佛陀能够诸佛悟播乐 能够证得法性生 就是法生 菩萨发心度众生 那都是因为前修三学界定会 那么禅境共修 你看你们在参禅 在修订 甚至于念佛 有禅有净土 有如带脚服 老虎已经很勇猛了 那你这个又能够戴上脚 那不是更勇猛吗 各位最后结语 我引用了佛说 罪福报应经 佛陀以尼居类树来比喻 你们可以看字幕 这是原文 罪福随人如影随形 直重福田如尼居类树 这个种子 本种之石呢 为几核啊 有多少粒呢 欧南就常规 合掌 回答佛陀 就是种一枚核 稍稍见大 却能够收到无限 无量 佛言 佛就跟欧南讲 失一得万倍 言不虚也 真实不虚啊 那么我们再了解一下 它的白话一点就是 这部经啊 佛陀以尼居类树来比喻 他对欧南说 这个种植福田呢 如同泥居类树 种下了一棵 泥居类树 它成长后呢 它可以结出了很多很多 像你们家如果做农的 农耕的 好像这里有可以种的叫什么 Gedra Gedra 那个小棵的那个很好 你看我们仁爱之家 也有在做那个 那个对火龙很好 只是说做的养生 这样就能够 让很多人能够 身体能够健康 那佛对欧南说 种植福田如同 尼居类树 种一棵尼居类树 成长后真的可以解很多的果实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不思 也像这样 将来的因缘成熟后 就可以得到百倍 乃至于无量倍的回报 这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佛在跟欧南说 里面的经文还说 散哉散哉 乐于听闻的人 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佛法 甚至于 你也懂得修福修会 那么要专心地听 那佛说 人如果能够赔福的话 这样就像这一棵树一样 它的种子只是 当初只是一粒 这样的一个果核而已 一颗 但是后来长大 能够无量 利益无限 那佛陀说 今生能够当国王 佛陀在世 那么当初很多国王都负持佛教 那地位的尊贵 有权 有势 都是因为从礼尽佛法 就是负持三宝 而得到的 所以大富豪之人 乃是从布施 从恭敬之中来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修行 每个当下的心念都很恭敬 你看常博清菩萨 都恭敬七众弟子 我在《华华经》里面 也超过这段经文 他不仅是对出家众 七众弟子都恭敬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了 你们在修行 未来都有可能成佛 所以我礼拜 你们恭敬 恭敬你们 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到了 那感谢我们校友这段音乐 那最后也祈愿三宝 加倍大家 福慧增长六十吉祥 祝福大家人生充满光明无限 谢谢 我们感谢陪和尚 为我们做精湛的演讲 让与会大众受益良多 现在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陪和尚 这次讲座由 壮二第二分会 交西婚会承办 承办 好 好